解放军在台海的冷启动很有效 美国窜台议员他把话说得很重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连着几天,我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地区大规模环台军演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除开当前中美局势的紧迫性之外 解放军到底会如何处理统一的过程,更是引人遐想 而最近就有消息显示,解放军在台海这次的冷启动,而美国可是吓得不轻 美国窜台的议员又给赖清德的话很重 根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在解放军的环台军演刚落下帷幕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克·麦考尔带着国会一众代表窜台了 开启了为期四天的行程 然而,美国正要这一趟窜台所带来的态度 却让台岛内的分裂分子们震惊不已 麦考尔非常直接的给台岛内规划了未来的抵抗路线 只是阻止蒋军上岸,而不能跨过某些红线 美国想要的只是维持现状和当前地区的和平态势 而美国会从经济、外交和军事上支持台湾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最直接的一点,通常来说 跑去窜台的议员一般有三种目的 捞钱,彰显极端反华的立场 或者是卖武器 而这三种目标通常而言是不会说出 让台岛内别触碰红线这种话的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进一步说吧 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 蒋军这次的环台军演 就是一次统一竞争的冷启动 美国人现在没有下场的打算 所以他要警告赖清德 不要真的把事情搞乱了 此外美国议员这一趟窜台 其实也是给了台岛内一些特殊的信号 台湾岛在美国的利益集团眼里 到底是什么地位 从这次对话 你也多少能品出一些味道来了 台湾岛是美国向中国进行博弈的工具 美国并不想为台湾岛出兵 想要继续压榨台岛内所赚到的钱 要大规模出售军备 但是又不允许台岛将这些武器使用到大陆身上 刺激到大陆真的动手 坦白的说啊 这么多年下来 美国人在台湾岛内没少搞事情 可曼卡尔这次给赖清德说的话却很重 极大程度的限制岛内台独势力的行为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罕见 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这也再一次向国人证明了一件事情 实力永远是维护主权和正义的唯一手段 我们只有继续朝着提升实力 深化国防建设 朝着实质性统一的方向前进才可以 而这次能启动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防线 台海相关海域的执法权 已经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了 而且在台湾东部也完成了实质性的战场推进 尤其是这种变化 尽管外界关注颇多 可是台岛内却普遍无感自欺欺人的状态 恰恰是我们中国大陆最希望看到的 一来呢 是潜移默化的推动实质性的控制 对局势的刺激是最小的 二来岛内无感 国际舆论的压力上 美国能够做手脚的地方就越少 而我解放军能做的实质性推进反而更多 所以我们就静待着好消息会不断吧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